十三条人生经验总结 你路过千万别错过 条条重要 值得收藏 一 强者都不喜欢跟弱者为伍 有些时候 有些人看起来一点都不和你计较 千万不要沾沾自行 其实是因为你对他们来说一点也不重要 错是必败 三 喜欢的东西就努力去争取 因为能喜欢的人和事本来就不多 现在不抓住机会 以后就会留下遗憾 四 先去做应该做的事 再去做你喜欢的 事先半句让你有饭吃 后半句让你有念想 五 如果你是对的 你没必要发脾气 如果你是错的 你没资格发脾气 六 一生很短 没必要和生活过于计较 有些事弄不懂就不去懂 有些人猜不透就不去猜 有些理想不通就不去想 七 当你很着急要解释自己的时候 提醒自己缓十秒 也许十秒后你就会意识到这件事情值不值得 对方值不值得 八 曹操在街都有知心朋友 留被再好 都有死对的 所以不要太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 做好自己 干好自己的事 走好自己的路就行了 九 永远不要以牺牲别人的价值观为代价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观 如果感到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我们最直接的反应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去找回自己失去的 然而便低那些让你感觉不好的人 只会让你自己更不受重视 十 如果一个人影响到了你的情绪 那你的焦点应该放在控制自己的情绪上 而不是放在影响你情绪的人身上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自信起来 十一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软弱展现给别人看 千万不要把自己的狼狈说给别人听 因为根本没有人会觉得你可怜 只会觉得你很没用 一个人的自愈能力越强 才越有可能接近性能 做一个寡言 却心有一片海的人 不伤人害己 于淡泊中平和自在 十二 不要以为你放不下的人 同样会放不下你 于没有水会死水 没有于却会更清澈 该来的都会来 该走的全会走 别抗拒 别挽留 十三 不要悲观地认为自己很不幸 其实比你更不幸的人还有很多 不要乐观地认为自己很伟大 其实你只是沧海一座